首先董哥 你知道嗎 這個核污水就在昨天8月24號的中午12點鐘 正式排海之後 很多人開始關注這個議題了 原本大家以為 這個排個幾年就沒有了吧 結果沒想到 不是 各位 核廢水要持續排30到40年 這個等於是我們 就是怎麼講 世世代代的子孫 都會面臨到這個問題 而且這一次只排放1% 那現在大家已經在擔心了 引發了一些後續的效應 包含了一定要潛到海裡去 偶爾這個工作的時候 一定會不小心吃到海水的 韓國的海女 你知道嗎 現在很多人說 他現在覺得大海已經開始不安全了 那麼接下來呢 大陸南韓的民眾 因為恐慌的關係 所以開始搶購食鹽 大家就希望說 這會不會是我們最後一次 買到安全的 沒有這個核污染的食鹽 所以搶到 告訴你是真的 架上居然是缺貨 這樣的一個狀況 但是其實中研集團 有告訴大家 他說87%的食鹽 因為在中國大陸是景鹽 跟海不是海鹽 跟海鹽無關 也希望大家不要再搶了 反而是台鹽今天掌停所死 對啊 這真的好笑 我在想說我們去日本看香夫 那橫鋼 要灑很多鹽 是不是很多人會去搶 不要錢的 但是你可以看到 他所有的周邊的國家 每個都抗議 除了台灣 對 除了台灣 真是讓人家感慨 因為我昨天看到電視的鏡頭 那就是韓國有非常多的學生 到了日本駐韓大使館去抗議 然後跟警察推擠 然後16個人被逮捕 那他們就講 日本人不要把大海 當作你的垃圾桶 這個其實是全世界 大家共同該有的聲音 可是只有台灣不講話 我們台灣國際年輕人都勇敢 占領立法院 攻進行政院 太陽花 反弧帽什麼 我們台灣靜嬌嬌 年輕人看不到 政府看不到 只有少數人在抗議 非常少數 那為什麼 因為政府就是這個死樣子 那你今天 讓人家瞧不起 韓國抗議 中國大陸抗議 周遭每個國家 他覺得 他的海洋受到污染 受到影響 而且影響到他的海資源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最讓人家納悶的 真的就是台灣的態度 我那天看 就是 炎祖仁總署在幫他保證 你知道炎祖仁總署 日本有人跟韓國的媒體檢舉 說這個 他們這一次 日本捐給他 等於100萬的歐元 他們錢拿了以後 先把報告給日本看 那日本提出一些修正 他們再拿出來說 這是安全的 那這個其實是非常可笑 那我們台灣怎麼講 因為國際炎祖仁總署都認定了嘛 所以應該是沒有問題 我們台灣是蔡英文在執政 馬航九時代蓋了核式 然後是美國的企業 企業來蓋的 美國公司來蓋 然後馬正吳實在就說 核式其實是安全 核人全世界那個 他們說是不安全的 那後來我們政府就找國際炎祖仁總署 總署說這當然是安全的啊 他在全世界在美國在歐洲到處都蓋 怎麼會不安全呢 民進黨不相信 他怎麼雙標 是 他那時候他不相信國際炎祖仁總署 核式就不行 他現在說炎祖仁總署講的一定是真的 愛耶耶講的絕對沒有錯 那所有完全靜悄悄 連講話都不講話 那你可以看到其實 如果照我們國際的標準 其實就簡單一句話嘛 我們國際為什麼在緩核 因為民進黨一直在教我們 核人多危險 空氣很危險 水很危險 海洋更危險 土壤最危險 你種什麼東西都會有輻射 你吃了就會得癌症 那現在核食也吃了 日本都可以進來 那現在海洋的也都受汙染 都不講話 那你不反核 這個不是很莫名其妙嗎 對不對 你反對國際的國際炎祖仁總署 反對現在的國際炎祖仁總署 那你的標準在哪裡 你只要用對照 就發現說民進黨搞反核 跟他搞台獨都是假的 因為這是一本萬利可以騙錢 反核可以騙住一個銀報公司 大家來撈錢 對不對 最後的結果是這樣 那所有這些東西 你可以看到民進黨都在騙 騙台灣人的金錢 騙台灣人的感情 很多人是以為他們要搞台獨他不搞 所以你看到這個會很生氣 而且國際炎祖仁總署 出來掛保證是安全的 然後他說韓國我們有跟他做一個聯繫 這個聯繫就是說他如果有什麼問題 他們都可以直接到日本合一場 日本的合一場來這邊來看 我想為什麼從來沒有問過台灣的遺見 因為台灣從頭到尾都沒有聲音 台灣也沒有什麼反核團體 沒有疑慮就對了啦 完全相信 最可恥的是台灣的反核團體 他們過去上街頭都愛台灣 那我現在要奉送他們三個字 台灣的反核團體 三個字叫做不要連 所以我們就說這個反不反核的 對於核能的疑慮 我們所謂的這個標準 到底跟利益有沒有關係 你覺得呢 從先我先來看一下 之前郭正亮就曾經質疑過 他說日本只讓國際原子能總署去採樣 不敢讓中國大陸跟韓國去採樣 不覺得心虛嗎 他說台灣也想去採啊 但是日本就不讓我們去採 好那現在呢 中國大陸下重手了 既然大家覺得有疑慮 我只能說啦 這一次呢 官方跟民間最同調的 就只有中國了 我們說韓國 抗疫事件很多 但是官方都說 沒有問題 我們會持續的追蹤 日本也是啊 日本甚至呢 之前還有很多的這個官員說 這個處理過的核 處理水是可以喝的 你相信嗎 而且啊 他們說歸說啦 也不敢喝給我們看啊 好那接下來呢 我們來看一下 中國大陸現在是很硬喔 已經禁止了所有來自日本的海產 而且最新消息是現在呢 還派出了警察到各地的超市跟餐廳 進行突擊檢查 我們先來看一下 好除了搶言之外呢 很多人開始擔心 這個衝擊是一波接一波 你知道台灣人也很喜歡吃黑鮪魚 但是現在喔 香港港府的專家告訴大家 哇以後呢 這三類一年吃一到兩次就好了 包含了黑鮪魚 還有底漆魚類 像是比目魚 另外呢就是會過濾水中有機物的水產品 像貝類像磅類 鵝啊 我們最愛吃的 中秋烤肉要不要烤蛤蟆 但現在專家告訴我們 以後這些都不安全 你還敢吃嗎 好那但是呢 食藥署告訴我們喔 目前的檢驗呢 日本進口的水產品 沒有看到任何風險啊 我們暫時不會跟進禁止 所以呢官方完全都沒有聽到人民那個擔憂的心聲 這不是雙標是什麼 我特別要說明喔 我們現在都被誤解說排放三十年 但是你要知道那半衰期是幾千年 對 就一兩千年 事實上這東西影響以後 是上千年以後都還有影響嘛 但是人類都健忘的 你不要說真的等到有一天庫斯拉 這個爬上東京 對不對 在東京街頭坐過來 你才發現說原來是這個核子 原子中間會改變生物的基因 造成很可怕的後果 你才開始發生這種警覺 我特別要說 我不曉得各位記不記得有一個鏡頭 我記得韓國人比我們台灣的那種記者 要兇悍 一個女的記者 追問了原子人總署的署長 說你有沒有給日本人一百萬歐元 電視上有過這麼一個鏡頭 追問了他後來被擋下來 那原子人 國際原子人總署 日本有沒有給他 他也不回答 說有沒有拿這筆這個一百萬的歐元 所以既然 我覺得我覺得日本政府 你今天全世界都對這個保持 這麼大的疑慮 你應該要以遭公信 你怎麼樣以遭公信 就很多種方法 第一個就是說 你請世界各地認為有懷疑的 包括中國大陸 或者台灣 或者美國 組成一個科學 大家一起去看 其實你說你那個水 沒有其他 你只剩下川 我覺得騙人的 怎麼可能只剩下川 一定還有其他放射性物質 怎麼固啊 對不對 吸壓或這類物質 只是為什麼他特別講 說只剩下川 沒有辦法 因為川的半輻射型 過期最短 大概只有二十年還三十年 影響 影響是最少 真的影響到上千年的 到底還沒有這種物質 沒有人敢講 其實老實說 我雖然不是科學家 我真的不太相信說 這個核污染的水 可以經過你日本有這麼高 這麼高的科學技術 可以把其他的核放射物質 全部都過濾掉 沒有 只剩下川 他用川是糊弄 糊弄全世界的老百姓 我們只剩下川 為什麼 因為川的影響最小 其實川很多東西 我們在生活上就會接觸到 以前我小時候 我記得我爸戴那個手錶 夜光錶 然後你看看會發亮的 對不對 那上面那一點一點 那就是川 那就是川 所以川它晚上它會發光 但是它影響 因為第一個不大 第二個半摔期比較短 那以後我們就發現 結果那個錶不亮了 就是因為它過了它半摔期 那現在我覺得日本只敢挑一個川出來說 它承認川還沒有完全過濾掉 可是你敢保證吸啊 孤啊 或者是這一類這個碳啊 這一類半摔期會上千年的 你敢不敢保證 我覺得如果說你真的敢保證 你就證明給大家看嘛 那其實你不是沒有別的方法 其實中國大陸有跟他建議說 你乾脆用蒸發的 讓它蒸發到大氣層去以後 就會影響比較小 但是那個成分比較高 那它日本就不願意這樣做 我覺得如果說你今天 人家給你一個 雖然說花錢 可是為了全體人類 後代子孫著想 你現在花這些錢 其實東京你現在花這些錢 是應該的 你現在弄到全世界 每一個人憂心忡忡 可能比方說人類都過 就像剛剛議員講的 可能過了一段時間以後 大家淡忘了這件事情 可是真的不要哪一天 發現海底出現一個 很奇怪的生物 說原來這個生物 可能是當年排放 核污衛水 造成的這種基因突變 造成的影響 那影響到全世界 後代人類的生活子孫 我覺得這是 禍害千年的事情 而且就像立將軍說的 我告訴大家 這些原子能專家 現在信誓旦旦說沒問題 如果說 30年後 10年後 我們發現有問題 我告訴各位 也來不及了 因為水就已經放出去 而且日本的技術 如果這麼厲害的話 那現在民進黨 還在擔心什麼呢 我們把所有有疑慮的東西 都送到日本去啊 全部把你過濾到 乾乾淨淨 所以我們接下來看 這算不算一場 人類大實驗呢 徐庸廷議員 現在很多人都在說 中國現在不買日本的海鮮了 那請問一下 日本海鮮要賣去哪裡 會不會轉向台灣 我覺得這是一個前所未有發生過的狀況 那如果觀眾朋友有在看這個Netflix裡面 其實過去日本拍了一部片叫 核災日月 就是在講日本 在應對這個整個核電 福島核電的問題的時候 你可以發現 日本這個政府對於前所未有的事件的處理的危機能力是非常非常差的 日本是一個很崇尚SOP的民族 那但是前所未有的事件發生的時候 他不知道該怎麼做 所以這裡面其實有兩個弔詭 我覺得第一個弔詭是什麼 第一個弔詭是 日本現在大部分的人講說 為什麼可以做排這個廢水 而且在排這個廢水的過程當中 在所有的科學標準裡面 都遠低於現在的這些值 最大原因是 其實在2011年發生事故的當下 當場就已經排出了31萬噸 而且那是沒有經過處理的 所以當然我覺得這個東西你不能講 就是說其實我10年前就已經在泳池偷尿尿了 大家都沒事 所以我現在可以去 現在我有處理了 以後我還可以再排這個水進來 這不是一個這個可以去講的 這樣子的一個方法 但是國際園總署 他也有做一個所謂11個國家的 這樣的一個代表團 但這個代表團其實很妙 他並沒有一個公開很大的聲明 也就是這11個國家裡面 包括中國包括韓國 沒有一個公開說11個國家 完全站在同一個角度上面 然後告訴大家就是說 我們背書這樣子全部都沒問題 所以我認為就 第一日本在處理這個問題上面的時候 你可以看得到他急於在處理這件事情 所以他並沒有什麼 並沒有透過所謂的原子能總署 然後公開的 非常公開透明的把這個事情講清楚說明白 這第一點 我們國家自己的問題也很大 我們不在這11個國家裡面 按照區域的這個狀況 大家現在都在講說所謂印太區域 這些大家都要做好朋友 要互相彼此理解 這些部分 那日本其實應該要把我們周邊國家 全部一起找來主動的說明清楚 甚至成立一個聯合性的組織 讓大家一起來看 然後再跟民眾說明 那這樣子搞不好 我覺得其他國家可能也都會認為說 那大家如果在能接受的這個範圍裡面的時候 那就可以回來說服各國的民眾 我們並沒有加入這個組織 結果我們的行政院第一次 馬上跳出來就是什麼 說這個濃度是可以到可忽略狀態 也就是說你到底哪裡來的資訊 你只不過是看人家一些 知為末節的報告 因為你不在這個小組裡面 你如果今天在這個小組裡面 然後你告訴我們就說 依照我們整個國家 全體一致科學同意 那它的濃度是低的 那我覺得這太合理 所以我倒覺得 所有的東西 科學的證據就讓科學來說話 我真的覺得這件事情 我覺得也不需要 到所謂的民眾恐慌的這樣一個部分 因為坦白講 我今天看到台鹽所死的時候 我第一個反應是滿奇怪 第一 台灣沒有人在強言 第二 大家不要忘記一件事 台鹽有一個很主要的產品 叫什麼 叫海洋深層水 是 那如果飛水排進去了 你海洋深層水還賣得掉 所以他現在是要先漲停 然後再跌停 就是說如果他的主要產品 有這樣的一個狀況的時候 所以我還是覺得就是說 市場上現在看起來都是情緒 所以這表示什麼 對政府而言 把真正的狀況跟科學的數據 正確的跟民眾 一次講清楚說明白 我覺得這是很重要的 否則大家現在就開始進入就是說 你看有些國家在搶什麼 我們怎麼都沒有 有些國家很放心 到底是怎麼樣 我覺得我們政府有必要跟民眾 講清楚說明白 用科學的數據跟理由講清楚 我覺得民眾的反應 都是非常的直接 非常的實際 現在就是告訴你 大家就是對原子能總署 沒信心 對於日本說的信誓旦旦 沒信心 對於官方說的 不相信 而且甚至這個亮哥之前也有分析 他說那如果說你說沒問題好了 那那麼多國家說那我要去日本採樣 為什麼你不同意呢 為什麼只有國際原子能總署可以去呢 為什麼 你為什麼只把國際原子能總署的結果 當作是唯一的聖旨呢 我就問啦 老百姓的心聲你聽了沒 韓國在二十六號他們還有一場大抗議 所以最後三分鐘時間 董哥 對啊 其實因為韓國非常激烈 韓國的激烈 已經影響到影席業的掙錢 那影席業因為現在受美國的 要挾 他就等於說 樣樣都去奉承日本 包括日本過去做了很多事情 被韓國人不能接受 他都把他發解 最簡單的 譬如說過去強徵勞工 那日本的勞工要求 韓國勞工要求日本要賠 結果韓國政府自己編預算 給這些勞工說不要再吵了 錢給你 大家就很氣啊對不對 那現在這個情況更氣 因為現在出來的很多都是婦女 環保人士 然後學者 大家出來 因為沒辦法接受嘛 沒有說服力 那我們可以看到了 在韓國的這個行動 讓全世界都發現了 原來日本裡面 有多少黑暗的東西 就像我剛剛麗將軍所講 那一百萬歐元 這個肯定是有嘛 因為如果大家圍著你 你有沒有收錢 沒有 你一定講沒有 他朵朵散散 不敢講 這個表示絕對是有 中國不買海鮮了 那海鮮台灣賣嗎 一定是台灣買更多 對一定是台灣買更多嘛 敢不敢公佈數字 未來 其實你要看到 到時候絕對不敢公佈 就好像我們這幾天 大家在吃假羊肉 原來是美國 美國的萊克多班豬肉 化妝成假羊肉 是我們假羊肉 是這樣做出來 所以那個豬 用這樣 然後弄一些羊的味道 所以昨天那個 那個老闆娘被收押了 那大家可以看到 在台灣無奇不有 那在這種情況下 你就會非常憤怒 中國大陸 還有香港 還有澳文 澳文我覺得最過意是 他是怎麼樣 他就說我就每天做監測 給全世界看 那澳文才幾十萬人 他可以做這麼先進的東西 台灣既然不能做 你要把台灣人 嗨到什麼地步 我最近試了一個東西 真的很有用 所以要分享給大家 那就是太陽星 全校克菲爾義生菌 吃了兩三天 真的有明顯的感覺 最主要就是 睡眠的品質變好囉 那你知道 這個睡得好呢 整個人工作 就可以更加的專注 當然情緒也就變得更好了 因為太陽星全校 克菲爾義生菌 我才認識了 這個克菲爾義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種 義生菌 所組合而成的 不但是能夠維護 消化道機能的正常運作 而且呢 還有多種有益健康的 保健功能 非常的強大 有台大教授 專門研究他 把它叫做神仙的禮物 而你知道嗎 有上千篇 國際研究證實 克菲爾義生菌 不僅是幫助 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 腸腦軸 影響全身的器官 所以維持 腸道菌總的平衡 這是解鎖身體健康 精神健康的鑰匙 對於幫助睡眠 維持好情緒 真的是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藥 有季節敏感 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 最高風險的好朋友們 選擇太陽星全校 克菲爾義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養 身體輕輕鬆鬆 沒有負擔 每日克菲爾 時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請上快點購 為健康下單 也記得輸入推薦碼 有額外的折扣喔 請問先詞 作詞 將這裡平衡 不停 詞 全國 負擔 好 暴露 抱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